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参加过一些广告系统的这个设计和一些这种针对于离线和在线的这种高性能推理方面的一些开发 所以基于这些经验呢 我今天就开了这个这个session 向各位来介绍一下这方面的一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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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开发的经验 那么我们我们在一开始呢会会会会会会先了解一下这个概况 来讲述一下大大致现在一个在深海系统过程中 基于学习任务大概有需要哪些这个步骤 以及相关推理和部署任务 其次的话我们会会重点去讨论一下 在离线和在线记忆学习系统中我们常常会碰到的一些平景点和一些性能加速的部分 到了最后的话我会向各位介绍一款这个基于Java的记忆学习框架 名字叫DeepJava Library 好 那么我们就直入话题吧 第一个就是我们先看一下G就生产中的记忆学习系统大概是什么样了 呃往往的话在记忆学习这个任务的话 就是大家一般会分为在线和领线 对于在线的记忆学习系统呢 大家一般都会注重于呃一就是吞吐量 二是延迟率 因为它需要服务于呃客户职业去靠这些呃对应的这个API的节点 然后需要去把把延迟率做到最小 吞吐量做到最大 然后针对于离线的记忆学习系统呢 就是是吞吐量为首要任务 可能对延迟率并不敏感 但是往往在部署的过程中 它会会因为它的数据量本身非常大 那么可能就会有一个希望这个系统本身能自动修复 同时也需要它会比较稳定 那在下面的话也展示一张图 就是我们我们最最最最常见的 如果说是你是在服务于一个呃做做模型服务的这个组 然后你模型可能需要时常更新的这个任务 那大概就会有下面这些步骤 其中前面这些就是像你自己学习的一些数据处理 可能是一个大数据的平台 基于spark的或者基于其他的 或者是从数据库去拿这些数据 之后的话你会把它输入到这个呃 把把这些训练数据输入到你的模型的训练服务上 然后进行进一步训练 之后的话你可能会进行一些这种基本的打分任务 来确保你的这个模型是足够准确的 然后之后再再会将它打包 比如说你的部署系统和你的进行训练这两个平台并不是一样的 那你可能要在里面作为进一步的封装 然后真正在上线前的话 你也会进行一些这个压力测试 确保你的新模型 如果说改了结构或者之类的 能够同样去满足于你现在的这个延续率这个要求 然后最后一步就是你正式上线 这个大概就是一个你在记忆学习过程中所 就是常常看到的一个流程 那我们现在就来先讲一下 在对于离线记忆学系统 那么我们会碰到的一些问题 以及解决方案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基于离线记忆学系统 大概都哪些的方案吧 基本上其实基于Apache Spark的方案有很多 当然这里有五花八门的 我这里只列举出来一些 我至少是我见到比较常用比较多的 其中一个使用大户就是基于Spark的MLlib 就相当于是你直接掉用这个库 就可以完成一些传统记忆学习中所需要去构造的一些模型 其次的话就是对于一些深度学习模型上的训练的话 一般大家会用那个Python加PyArrow的形式 来进行一个高效的这个深度学习的一个训练 或者是一些推理相关的任务 还有一部分用户的话会使用这个DeepDraw Library 就是一个基于Java的记忆学习库 它可以直接在从Java层面上支持 所有的这个记忆学习框架 类似于TensorFlow啊PyTorch之类的 在ApacheSpark上面进行一个离一线大数据的推理任务 当然的话还会有很多人就会直接用Kubernetes了 因为的话Kubernetes它的优势就是在于环境总体来说是好配的 同时也没有这个Java的这个依赖项 那么它其实可以作为一个离一线大数据的一个记忆学习的一个平台 那么我最最最常见的任务的话 总体来说就是在上面进行一些这种离一线大数据的推理 这里的话我没有列举出来那些 就是针对于某个记忆学习框架和深度学习框架的这个东西 因为它的这个任务是specific在 就是它会针对于某一个这种深度学习和记忆学习的架构 类似于像TorchServe啊TF Serving这些 就是相当于是分别是对PyTorch和TensorFlow 进行推理这相关的任务 在下面这两个呢都是就是相当于是一个 都可以做的一个奇迹学习推理平台 比如像TorchServe在CPU在在GPU上 性能会比较好 它同时支持你可以提供一个Python的Script 或者是你直接把模型输入在里面都可以进行推理相关的任务 然后或者是你也可以用DGL Serving 它是可以同时提供Python Java和Binary 相当于是你可以给PythonScript 你可以给一个Java的Script 也可以给一个这个Binary的 就相当于是这个模型文件本身都可以进行 这种相关的推理任务 那使用Apache Spark和CorelNet的原因 无外乎就是说他们都有一些 可以帮助你比如说 比如说你这个机器突然在推理过程中坏掉了 它可以实时帮你进行更换 CorelNet原生并没有这个支持 但是你也可以通过一些master节点 来去观察这个各个node的这个情况 它也可以实时的进行 去把一个容器给关掉 然后替换成下一个 来灵活的进行这种相关的 扩容相关的任务 那么我们现在来讲一下 机器学习系统常见的一个比较吧 当然这里的话我们主要就是针对于 语言方面进行一个比较 那其实机器学习用的最多的 肯定还是python 用python在py arrow 总的你来说的话 它的它的好处就是说代码非常简单 相当于是你在本地是怎么写的 或者是你训练怎么写的 你推理大致你也可以这样去写 但是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它可能会很慢 然后慢的点主要在于就是说 因为这个Apache Spark本身运行的机制 它是用一个JVM的一个Process 去驱动一个Python的Process 相当于你的数据本来是存在这个JVM这块 但是如果你要把它交给Python层的话 你可能会有一个IPC 就是Inner Process的一个Data Copy 到Python这一层 然后你在Python这边 再把它转化成这个PyTorch 或者转成NumPy 进行下一步的这个推理任务 那你用了类似于这个 用Arrow的话 那有一个好处就是 它的数据传输的效率可能会更高 因为它是从Native到NativeCopy 那可能就会避免了走Python的Heap 相当于是 它在传输效率上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同时你转出的结果也可以很快的转化成一个Tensor 或者转化成一个NumPy的Ray 这个大概就是说 你用Python加PyArrow的一个好与坏的一个解决方案 还有一点就是说用JVM JVM的Spark 那个MLLeap这里就不多说了 因为大家用的可能也会比较多 就是说你基本上传统的记忆学习的东西 它是使用JVM去构建的 相当于是你传统的记忆学习算法 都可以直接在JVM的Executor上跑 那从深度学习领域上来说的话 其实你可以考虑使用 类似于DGL这样的解决方案 比如说它提供了一个 直接提供了一个原生的JVM包 就在上面可以做PyTorch模型的推理 然后它在底下用的也是PyTorchCi加的这个代码 所以说 你的这个 它的一个优点很明显的就是它会比较快 因为本质上来说 你的数据的话 本来就是在这个JVM process里面的 然后如果说你用PyArrow的话 你用Arrow的话 它的数据可以存在Ci加层 那你在Java里去 去Interact这个数据的时候 可以直接用DirectBuffer把数据传过去 然后相当于是在底下直接进行了一步 数据上转换 基本没有什么复制的这个操作 然后之后就可以直接拿来进行推理 同时从运维的角度上来出发的话 如果你用Python加PyArrow的方案的话 你如果在没有容器的情况下 其实还是挺难配的 你需要去引用到很多这个Python的包 同时里面系统版本的这个更新 或者说是在那个 单纯来说Apache Spark这个平台上来说 它一般用的 在外部用的系统可能会比较老 比如说G3.5.7的 那很有可能很多Python包都用不了 上二层的话 基本上你如果用的是第一条的话 基本上就能完全给解决掉这种问题 哪怕是挺老的这个系统 你也都可以在上面跑这种性能上推理 同时JVM本身就是一个虚拟环境 那基本上你写的渣瓦代码在哪里都可以用 使用JVM的方法就是说 你代码可能会复杂一点 因为相比于你直接就把那个训练和 把训练代码copy过来 就拿它用的话 你在JVM里去用的话 可能要用渣瓦去把这个推理的过程 重新去写一下 但总体来说 如果说你的数据想要处理 通过ETL本身都进行了这个相关的处理的话 你直接用它跑推理 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的 那么基于Apache Spark这里的话 我们就重点来说 基于Apache Spark系系统调优 那应该怎么样去观察它的效率呢 你首先的话要看这个CPU利用率 如果说CPU利用率不高的话 你要尝试去找到里面的这个Botternet 看一下到底是哪个算是让你的整个这个东西的那个效率变得比较低 当然它有很多种可能了 因为比如说在Java层的话 它有Moddy Threading 那你这个多现成情况下 如果说在这个中间中会有一些Synchronized Block 就是说一些同步的一些现成的话 那它可能会让整个这东西被卡的那个地方 同时也有可能会是因为类似于网络呀 或者DiskIO就相当于是你在本地 你从硬盘去读这个文件 那可能就会会导致一些东西会卡在这儿 然后你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把这个文件变得更小 这样的话你可以更快的把数据喂到这个推理里面 然后进行一系列的操作 同时的话你还需要减少数据复制 Java的话其实看了会比较明显 但在Python很多奇怪很多一些正常的操作 本质上在后端也是都在复制数据的 尽管你在调用的过程中感觉 好像就是你在东西在外面包一层就能用 但是实际上它可能在底下进行了一系列的数据复制 而数据复制本身确实是挺消耗内存 同时也是让整个推理进程变得比较慢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相当于是一些深度优化了 就比如说如果说你使用了Python的话 它很有可能会进行一些这种进程阶段通讯 比如说Java进程去调用Python这个进程 包括你的数据传输都会在这个过程中 如果你直接使用Java Scala的话 相当于就可以免掉进程通讯这一步 相当于是在微观程度上 可以把你的整个的这个吞吐量 相当于是每小时能处理的数据量进一步的提升 然后还有最后一点就是你在深度学习过程中所进行一些配置 因为在Apache Spar过程中的话 因为它Apache Spar往往会运行在一个相对比较多核心的一个服务器上 那么其实你在这个过程中会有很多的这个Executor 那你这个Executor之间这里面的这个算子 比如说因为深度学习本质上 它不过程其实都是为了这个延殖率而进行系统提升的 它会尽可能利用多的Thread 在CIA加层利用很多的这个CIA加的这个线程来进行相关的这个推理任务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它可能会跟你这个Java的系统打架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需要配置一些OMP number 或者是一些算子的这个这个线程数来进行一些 一些这种优化基于深度学习的来避免它们在争抢CPU上的这个资源 如果说它们争抢厉害的往往对于现实来说 往往就是你会发现深度学习在上面跑的会比较慢 所以这些也是一些你可以尝试去考虑调优的方向 然后还有一个基于Kubernetes的记忆学习方法 这种东西就是适用于数据量不是特别特别大 如果数据量特别特别大肯定还是用Spar更好 因为Spar可以上上百个这个不同的Executor来帮你进行这个维护 同时它也可以跟你进行实时的更换 那如果这种情况下 但是它提供的便利就是说你可以配置自己的这个容器来进行这个用途 同时很多人用Kubernetes也是因为它有很多这个GPU的任务需要进行推理 那在GPU的环境你可以在里面轻松的配置它的Cuda版本 以及一系列相关的这个配置 或者是你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加速器你也可以用它来进行推理 同时的话它也可以做到自动扩容或者是更换节点 当然这些也需要你去手写一些代码来完成这种相关任务 但总理来说并不是很复杂 但是你还是需要自己去写的 同时的话你也可以就是用Triton Server Triton Server的话像是用在GPU情况下 它是一个CIA加的运行环境 它是基于提高延迟率的一个方案 也有人用Triton Server它是一个扎容环境 它可以就是基于吞吐量进行一个相关 嗯优化的一个技术学习方案 Kubernetes的话同时可以用来做离线或者是那个在线的推理服务 因为不管是哪种情况下它基本上都是直接使用一个模型服务器 然后你都可以在上面进行一个推理相关的任务 嗯如果说你注重于这个延迟率的话你可以做延迟率相关的优化 如果你注重于吞吐量可以进行吞吐量优化 对 所以这里就是差不多就是讲完了离线这一部分 那么我们现在再继续来说一下这个在线的机器学系统 还有哪些的一些优化方案吧 那么我们这里的话就以延迟率和吞吐量 作为我们这两个衡量的一个指标来一步一步往往伸说 那我们先从一个最基本的情况开始 如果说你是一个这个小白 然后你你的这个或者说是你们团队的这个对于推理任务来说 可能就是很少有有人会调用这个母模型 对于延迟率来说不是很敏感的话 那我觉得其实你用什么都可以了 你说你用一个flask去写一个一个推理服务 那我觉得也没问题 而且flask它有时候确实也挺好用的 直接用python来做 这里的话我推荐一个东西就是multimodel server 它是一个基于python的多模型模型服务器 基本上各种东西的推理服务都可以用在它身上 甚至包括于现在那个python的tort server也是基于multimodel server来进行 一步改一步改造的一个多模型的模型服务器 只是tort server现在只能用在python上 但multimodel server你可以用在任何地方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开始进行一些现实的情况 就比如说延迟率是500毫秒 这个延迟率依然还是很大 基本上相当于就是说 需要挺长时间才能返回一个结果的 然后qps是10 相当于是每秒钟可能有10个请求发过来 在这种情况下你依然可以使用flask 但这种情况下你需要加一个gunicorn 就是说这种你可以进行一个多进程的一个推理 这样的话你有这个请求过来以后 他们可以进行一些多进程的相关的一些推理 你也可以直接使用multimodel server来进行 这种相关的推理任务 当然这块的话你也可以用java去构建同样的东西 你可以用这个dpr library进行这种推理相关的任务 好处就是说你可以进行一个多线人推理 这种情况下你甚至也可以直接用java跑python的process 就比如说你真的你有一段代码是用python写的 你也不想用java去改写的话 你可以直接在java的这个thread里起一个python process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这样将就的去用 然后你也可以使用java加模型服务器这种组合方式 相当于是你java做一个springboot或者是 自由spring的一个前端 然后后面的话接一个模型服务器 基本上这个延迟率和这个吞吐量都能满足这个要求 但是现实往往不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到下一个环节就是真正在生产环境过程中 可能需要考虑这些因素了 首先的话就是延迟率 第一它将从500降到这个200 相当于是我们的企业要求有更快的这个性能 同时它quire per second就是说你的qps也降到了将近20这样的这个数 相当于是你每秒钟要处理20个请求 同时你延迟率只有200毫秒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需要考虑使用一些加速器 比如说像使用gpu 或者是用更强力的这个cpu instance来根本上提升 就是记忆学籍方面的这个效率 同时在python上你进行一个多进程推理的时候 你也需要注重于这个python的subprocess 你需要多开几个subprocess来进行这种推理相关任务 这种情况下的话 你还用flux.gunicorn可能就是有一点这个不太好写了 这种情况下其实更更多的建议就是python多进程的情况下 你使用triton加或者是低于digital serving的模型服务器 直接使用模型服务器本身 他们可以对对于python建成帮助你做一个更好的管理 那么从java的角度来说 它依然也可以同样使用模型服务器 使用triton或者digital serving的 或者是直接使用digital的java多现成推理 这种情况下你依然可以使用类似于spring food这样的架构 然后在java配置一个多现成进行推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它的延迟率和使用效率依然可以进行进一步的提升 但是呢 这也只是在生产过程中一个比较简单的系统 QPS只有20 说实话效率不是很高 那真正的就是我们在一些比较大规模的 我见了比较多的情况下 大家往往的这个要求也是更苛刻的 延迟率基本只有一百毫秒 然后QPS甚至要达到一百 相当于是我每秒在单机上能处理一百个这个请求 这个的话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困难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 其实可以考虑从模型开始入手 第一个就是模型上的这个蒸馏 你可以把模型本身的这个多层运算给整合在一起 同时也可以做一个quantization这样的优化 还有一种优势 好整个方式就是说使用flow16或者是inter8或者是混合精度 这种情况下其实本质上就是把你的那个 把你运算精度给降下来 然后的话你相当于是如果说你从flow32降到flow16的话 其实你的那个推理的延迟率直接相当于就是加倍了 不是你的延迟率不会加倍 吞组量加倍 你延迟率相当于是减半了 因为他的运算量其实就是相当于是是是是直接减半了 还有一些方法就是说针对于你模型加速 比如说你模型算图本身 他可以并行处理 那你应该尽可能让他去并行减少这种blocking的这种一种 就单向for循环在模型中的使用 相当于这个需要在代码层面对于模型进行一系列的修改 最后还有一些方法就是说转换成静态图或者使用一些编辑器 比如说类似于aparty tvm tether rrt 针对于一些特殊的硬件 比如说是gpu或者是你公司自己的ai芯片上进行进一步的优化 这样的话你的模型推理本身效率也可以进行进一步的提升 最后一点就是说你可以使用加速器了 就是相当于是你在在gpu和ai芯片上去做这种相关类似的工作 大概可以满足这样一个要求 但也不是所有模型都可以达到一年至于100毫秒 当然这个东西也是就是看你模型本身的复杂度和他的运算效率来说 但是其实我就看到在业内普普遍常用的cdrecommendation 就是做推荐或者是图片处理的这个模型 往往在100毫秒以内是完全做得到的 在NLP领域如果说是一些bird基于bird这种模型的话 如果在gpu情况下100毫秒之内的应该也是都是游刃有余的 当然这里也可以说你也要注意 就是说如果说你的这个cdrecommendation比较大 你可以尝试把下面的请求给batch起来 就是说使用p处理的形式 发送到模型进行推理 如果在在gpu层的话 你用p的形式输入的话 它的效率会有大大的提升 那么现在来说一个更苛刻的情况 延时率只有100qps有300的情况 这种一般是在广告系统过程中 你的模型首先就不能用特别复杂的模型了 说实话 然后这个当然这只是单机效率 你就是说如果说你在不考虑成本的情况下 你在这个相同的延时率上 你完全可以说我拖添置几个机子就能完成了 但如果说你真的没有钱的话 那就是说然后你还需要有同样的吞吐量 那其实就可以考虑进行进一步的优化 如果是cpu的这个机子 它有很多这个核心的话 比如说像服务器 我见过的有64个128 甚至比较夸张的有196核的 这种情况下你可以使用java多线程推理 如果说你这里使用的djl的话 它可以直接给你开160个线程进行相关推理 然后在吞吐量上可以进行一个优先的一个推理方式 同时它的延迟率也不会降非常多 只是说相对来说会降个20%到30%左右 但如果说你模型推理本身 比如说只是70到80毫秒 那加个20最多就到就达到100这个数 然后QPS可以可以做的很高 但是Python的话可能就真的没啥办法 因为这种情况下cpu上进行推理 你延迟率确实可以做到最好 但是你不可能说是 你你也可以说我开多个进程进行推理 但你很难就是说利用到所有这个核心 因为你每开一个进程 你都要把模型重新去读一份 对于比较小的模型来说可能还好 但是如果说你比较复杂比较大的这个模型的话 你Python开满这个进程 它很有可能第一个 能去组屋真理做这个东西的 就是你的内存直接爆料 CIA加层面的话 你可以进行一个多线程的一个配置 但是写CIA加代码的话 不是所有人都能把CIA加多线程代码给写好 包括我现在包括我自己吧 我并不是一个CIA加很厉害的人 然后同时也会有一些这种内存于泄漏的这个问题 所以CIA加的话 虽然你可以就是说进行一系列的这个编译 但是你想写到效率最高 或者是它的稳定性很强 内存不泄漏 同时还能在多平台上多硬件上进行支持 那其实还是有相当高的开发周期的 那如果说你在一个GPU机器上 你其实可以使用MultiStream 就是说你尽可能的去压榨这个GPU的使用效率 然后MultiStream相当于就是说 你GPU本质上 它后面其实是单线程度 在把Kuda command发送到硬件上进行这种相关的任务 MultiStream相当于就是说 你可以有多个通道能够去提交相关的Kuda操作 这样的话 总体来说可以提升你GPU的使用率 这个的话具体可以参见那个MPI这方面的一些调用方法 或者是最后一点就是说真的没办法 那就只能加机子了 就使用多多机子进行复载均衡使用Kubernetes 这样的话你的这个QPS和延迟率 至少也都能都能做到同样的这个要求 那我们现在来聊到最后一个东西 广告系系统 就真实这个情况下 我在我在过程中所经历到的一些东西 延迟率只有40毫秒 然后QPS要达到400 这个就是像这个来说非常非常夸张的一个请求了 这种情况下的话 真的就要开始考虑这个通讯的问题了 因为任何的HP call 你RESTful的请求可能都会占有个两三毫秒 同时你interprocess比如说你 Java call到model server这块 你Java call另外一个就是进程间的通讯 都会有IPC方面的这个问题 然后还有网络上的这个问题 就像我刚才说的 这些东西都会成为你这些东西 需要考虑到去优化的地方 那比如说我可能就不能使用多进程 就是要不就都用Java 要不就都用Python来做所有的事情 避免进程间的通讯 网络通讯的话相当于是你整合 把所有的模块整合在一起 如果说你Java做一些这种前后处理 做一些这种广告的sourcing 比如说取缘这方面的任务的话 你需要把所有的把推理任务 也要跟它整合在一起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 你需要把模型进一步的压缩 因为你这里总是要做出一些这个牺牲的 因为它延迟率的这个要求毕竟在这 不管你做任何方面优化 其实都很难把这东西做得更快了 然后从大的角度上来出发 就是尽量整合这个系统吧 优化网络流通讯 相当于是我见过最夸张的就是 其实虽然多个部门拥有不同的这个模块 但是其实这些模块都运行在同一个系统里 这样的话 虽然看起来这个系统本身比较臃肿 但总体来说在网络上的这个开销会比较小 然后同时的话你也应该尝试去把不同的服务 配置在同一个子网里面 在同一个子网里面的话 他们那个通讯效率总体来说效率会比较高 还有一点就是网络调度方面的一些优化 这里的话你可以看一下你这个这个东西 是否有一些网络调度上的你这个延迟率上的问题 那还有一种情况 这也是我见到在广告系统中 我们所面临的情况的延迟率真的只有10毫秒 然后QPS有400 这个情况下的话基本上我建议就是说 如果能不用机器学习就不要用机器学习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进行一些推理 那你可能只能跑一些最简单的层 比如说跑一个简单的MLP 那还是可以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可以进行一些优化 但是这只是针对一些情况下 就是说你如果数据会有些重复的话 比如说你的这个模型减值 比如说你的你有一部分输入 它是它完全是一样的 比如说你的广告 比如说你广告进来 然后它可以变成一个这个高维的一个embedding 就是变成一个向量的话 你要对你要对它进行向量化处理 那广告这部分的话 它往往就是说你可以把你准备要用的广告 做一个离线化的这个处理 然后把这个模型跟广告相关的部分 进行一些减值 然后把这部分做做缓存 做做离线推理 然后的话 你尽可能把这些东西都存在本地缓存里面 如果可以存下来就尽可能存 这样的话 它可以做做到你调用效率最高 但是如果有有些情况下 你的广告的这个这个向量是非常大的 比如说我我我接受到情况 它是上百个G的这个广告 那你这个内存是不够用的 第一的话如果因为它颜值率 它都已经在10毫秒了就算你去使用这个 类似Database或者Disk 就是你在本地的去存 你甚至用SSD 它的效率和吞出量都没有办法能能达到这个要求 当然你如果用一些现在比较高效率的SSD 在那个服务器上可能也能完成这个相关的这个延迟 这种真极限的情况下最棒的方式 就是相当于是你你使用一个Redis的一个基于内存的一个模模型服务器 同时在同一个子网下配置你你所需要推理服务器 这种情况下的话可以将相当于你可以就离一线做一个lookup 就去去去查找你相关这个向量来进行一个输入 进行这种相关推理任务 当然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你的这个吞吐量很大 比如400QPS很有可能像你的网络吞吐量的你的带宽都不够 正常带宽的话最快在AWS里面正常带宽是2.5GB per second 相当于是每秒钟传2.5G 但是在极限情况下这个效率它也不够 那你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使用EFA 这是Amazon Web Service 就是亚马逊与云科技开发的一款新的通讯方式 相当于是你在不同的服务器之间通讯使用这个通道的话 基本上可以做到四五十个G 每秒钟的这个通讯效率 那具体的例子上来说就相当于是 比如说你有个基于BERT的加MLP的一个分类系统 那你可以考虑把BERT的存储在这个基于Redis的这个模型服务器上 当然这里只是说把lookup table相当于是 如果说你的广告输入是可以用BERT来进行这个高位向量转化的话 你可以提前在离线最终转化 然后然后之后再进行推理 那还有一点就是说在延迟率上 如果说会有长尾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办 那这个问题其实有很多了 就是大家常常会看到P90P99你尾尾尾很长 怎么样提升效率 第一就是加机子 当然这个就是说你不考虑成本情况 你加机子肯定会 肯定从根本层面上能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如果从代码层面的话 第一你要去查找就是有没有blocking call 比如说是一些synchronize一些同步的这个操作 这个往往会藏的比较深 所以说你可能需要用GMX这种系统来观察 你这东西使用的这个情况 到底是哪一块使它的这个延迟率使用的特别高 同时也需要检查CPU和内存用量 比如说你CPU利用率都完全打满了 你内存用量也都打满了 甚至产生内存的swap 这种情况下真正就会产生你在推理时延迟率的这个常委 那这种情况下真的就没办法 如果说真的没有优化的方式的话 只能说加一个机子 来来进行一个负载均衡 进行这方面的推理优化 同时降低QPS 就是说你的QPS如果能降一降的话 也可以去去做P90去99 同样道理就跟我刚才说的这种优化方面一样的 同时你也可以使用GMX来看一下 那个这个就是你的对象产生这个这个这个应用 但是这只是针对于Java去观察你这里面的使用状况 如果说你这里面产生了很多不该有这个object 其实它也会使得系统内存轻易的就爆满了 还有一个就是频繁GC 同样也是因为object产生的问题 GC频繁说明就是它常常会hit到你Java heap 这种情况下你可以考虑把Java heap的这个 相当于是Java层内存的这个量开大一点 同时或者是去观察一下有没有内存泄露上的这个问题 内存泄露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在CG加层的 这种情况下会更隐蔽 在Java上看不见 Java往往就sackfile就完了 但是你可以直接从那个系统层去观察 在内存的用量上在长时间推理过程中 是否是足够稳定 这块的话讲到这大概就是所有我们针对于在在线和离线推移中优化的部分 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来进行一些介绍 关于DeepJava Library这个酷的本身 因为我在过程中也提到了很多关于它的一些使用方案 那我们来讲一下它到底是啥 首先DeepJava Library是一个基于Java的机器学框架 它被Java量身定制 同时它有各种各样的类似于Numpad的这个算子 你直接从Java层就可以调用 它支持各种深度学习引擎 通过这些深度学习引擎的CG加API和Java通过GNI去相连 来提供一个很高效的训练和推理相关的人物 它现在支持很多的这个深度学习引擎 包括PiTor,TensorFlow,Paddle,Onyx 也甚至机器也支持一些机器学习模型类似于XG Boost DeepJava Library提供了很多预训练模型 多达90多个运行的模型 然后同时在业内的话 也超过70多家的企业和团队也都在使用 包括一些中国的头部电商 头部那几个基本都在用 然后还有一些这个比较有名的银行 就是非常有名的这种银行 还有一些这个 类似于其他的做FM 做音频相关的这个领域的这个客户 还有一些大数据的客户 也都在使用这套框架 那DGL他到底做了一些什么事情来提升这个效率呢 第一的话他就是低于Java的 因为你还是低于Java去构建的 你和Java比如说你用Sprint框架 J2E什么的 你都可以直接和Java和 他就相当于这个Java包 你直接整合在里面 就可以去用了 还有一点就是DGL非常快 基本上微秒级别的延迟率都可以轻松去应对 同时也可以做到一个多线程的推理任务 相当于刚才10毫秒那个情况 他在后面我们解决方案就是使用DGL 做MLP上面的推理 然后开了196个线程 去达到了他那个吞阻量的这个要求 还有一点来说 DeepJava Library提供的一个优势 就是在生长环境中他很稳定 相当于他没有内存泄露 然后我们同时对每个版本都有这种延续的压策 然后我们这边部署的服务有很多 已经超过半年都没有任何的这种 在性能上的问题 同样的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刚才所讲到 这个具体来说就是Java相比于Python上的一个优势了 Python的话如果说你开多个进程的情况下 你每多开一个就需要多读一个模型 做内存的这个分享来说 Python是十分困难的 可以做但很难 Java的话相对来说 他就是可以很轻松的分享 在不同线程之间分享一份内存 那么相对于是你的模型只需要读一回 就可以充分调用所有的核心 进行一个高吞吐量的推移 那我们这也就是刚才我们有展开说的 就是DGL和CIA加模型服务器 相当于是如果说你直接使用Java 和使用模型服务器上的一个区别 可以统成这样 那这种情况下很有可能会有一个 抢这个CPU和内存资源的问题 如果说你使用DGL的话 它其实是从一个Java的这个线程 去映射到一个CIA加的线程 然后从而去映射到一个CPU的一个核心 这样去调用了 它是one to one mapping 所以就不存在一个所谓 在后面会在CIA加上面的这个线程 会跟Java的线程去打架的这个问题 那么相当于在后面如果说 你看右手边这张图 如果说同样的 你使用一个Java 然后后面接了一个模型服务器的话 就算你用CIA加的这个模型服务器 这里就不锁Python了 Python也是类似的 就算你用个CIA加的模型服务器 比如说你跑一个深度学习任务 如果说你不配好这个 OMP member这种环境变量来说的话 那其实一个CIA加的线程 它会尽可能多的去占用 你CPU的这个CPU的核 然后你的CIA加的一个线程 也会尽可能去占用 他们俩之间就会抢 然后每个CIA的线程 都会尽可能使用多的 每个Java的线程 也是在使用一个核心 但会导致结果是CIA加又慢 Java也都会变慢 总体来说 你吞的量就很难能够做得很高 你会发现这种很奇怪的现象 所以说使用这种情况下的话 基本上就是 你肯定是直接使用Java来说 效率是最好的 那么DGL Serving 这个在之前也说了 它到底是什么 它是一个多模型的服务器 它是相当于是基于 Multi-model Server 叫MMS 第二代上面的一个延伸 它的话就是很好用 第一个就是说 它支持各种各样的读 读取方法 你从一个Stream 从一个URL 从一个文件路径 从一个HDFS 都可以直接把 你的机器模型的包给读入进来 然后你打包一个 把模型打包成一个Zip 然后你没有任何的配置文件都可以跑 比如说你想要 就说TensorInTensor 你给我一个TensorFlow 或者是PyTorch这个模型 你直接打包成个Zip 就能进行推定 同时它既支持Java 它也支持Python 基本上你使用Java写前后处理 用Python写前后处理 都可以 你直接使用这个Serving 就是使用DJR Serving 就可以进行运行 安装上来说的话 所有的环境都很好配 基本上就是一行安装 Windows Mac和Linux 你环境配置 它有一个系统自识别的功能 在CPU和GPU上 能帮你去选择 你最适合你的环境 然后同时来说 它的依赖项很少 相比于别的框架来说 它的核心推理部件 只有26MB 如果说真的需要 哪些机器学习框架 你可以直接以Plugin的形式 以插件形式加入进来 这样可以做到一个 最优的这个Disk消耗 那么在高性能的推理上面来说 它有一个CI加 因为它是基于Java的 但是因为我们在底下用的是Netty 进行了相对来说的性能优化 所以说它有一个笔尖 CI加的这方面推理性能 同时也有一些内存管理 和多线程的这个知识 同时在不同的平台上 支持也是非常好的 比如说CPU GPU和ARM 不管是用哪个上面来说 我们都可以做到最优的效率 然后别人有的这个功能 别的武器有的功能 我们这里也全都有 包括OpenAPI的配置 然后高性能推理 在GPU和ARM device上的这个优化 都有 然后最后一点就是说 我们确保系统错误率 是在0.00004 这也是我们就是在这种高压测试下的一个结果 然后同时的话 你使用它的话 也可以尽量避免P99常委上的问题 当然这只是说 就是说你能犯的那些常见错误上 它可以减少你犯错的一个概率 但如果说真的是性能瓶颈的话 那可能也没有办法很好的解决 说到这儿其实就差不多了 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 欢迎在offline的时候跟我联系 同时在Apache count上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 也可以发email给我 然后的话有任何问题 我们可以继续进行讨论 好